新闻话题来看到五百万张的农油券发威 花莲有农会架上的奶油酥条和地瓜都被游客扫光了 而且直呼买不够 另外在台东农会的农产品销量也飙升了三成 其中限定版的米乖乖最强手 四千多箱卖到只剩下一两百箱 而且卖完就没有了 要补货得等八月 销售人员疯狂补货 因为五百万份的农油券发放后 民众都挤进农会要来大买特买农产品 其中最夯的就是这包米乖乖 民众一拿就是一箱抢着结账 因为米乖乖卖到缺货 库存已经剩不到十天的量 最快八月初才会补货 其他热门商品还有包装米坚果酥等 架上几乎清空 这也让台东关山镇农会近期业绩飙涨三成 光单日营业额就比过去三四天加起来的营收还要多 七月份的时候我们已经进过了差不多有两次的货 大概有四千多箱 那这四千多箱卖到目前仓库应该是剩不到一两百箱 同样架上被扫光的还有花莲农会 奶油酥条和地瓜都超夯 民众想买还买不到 还不够 因为买不到啊 对 几乎都没有了 250元的农油券发威 民众买得开心 销售人员虽然辛苦 但看到买气这么旺 还是忙得不宜乐乎 记者综合报道